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 如果可以因应他们的特质 以不同的方式来鼓励孩子 相信可以获得更好的成果 将五多年的舞蹈团长邱颖杰 就和大家分享他的教学经验 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特性 有的相当积极 有的比较温和 以鼓励参赛为例 舞团团长邱颖杰 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激励大家 他们在跟我们上课 然后生活当中的相处 去了解他们的个性 所以相对的他在 面对高压的比赛也好 升学也好 他可能他的个性使然 他就会比较急于的想要求好表现 跳舞其实是要在一个最舒服 最有一个弹性的状况下去做表现 过度在意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都变僵硬了 就不会是漂亮的 当初那段时间是一边在准备学科 然后呢一边在练习 所以呢抱着一个就是去试试看 然后去记影片 看看会不会过的一个心情 然后呢过了之后 我当然也是也很开心 然后呢也很谢谢老师 然后其实也没有到说特别的 非常开心那样 因为心中还是有一个学科的 那个压力在 所以现在学科扛完了 然后就可以好好的来准备 接下来的比赛 既然是参加比赛 就会有输有赢 赢了固篮值得高兴 但即使落选 学生还是能保持正面的心态看待 直到自己还有可以再进步的空间 因为那段时间我受伤 然后录影的时候 脚很痛 然后只有跳一次 然后原本想要再跳第二次 但是就是没有忍住那个痛 就是有点可惜 就是但我自己也想说 如果我再录一次 也可能不会过 但是还是很 就是还是有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让因为是录芭蕾 然后让我的各方面的肌力 或是举腿的控制力都有些进步 对希望下次再加油 舞蹈所在前置带给你的所有的辛苦 你已经都知道了 你可能每天都需要关在教室里面 不断地在练习重复的动作 你可以每天不厌其烦地做这件事 然后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展现 那念书你可能也可以念 可是你最后还是选择要舞蹈 那就表示你真的爱他 包括自己过去学舞 也有同样的经历 正因为了解当下的心情和心态 会影响学舞的效果 因此除了教跳舞之外 老师也会观察学生的内在 唯有从根本解决 才能协助他们成长 记者高清风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